就这么简单 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 可是我们先认识 这个门苦的意思 很重要 它是一个在 希腊王阿特斯这个字后 它一个很重要是学习者 所以我们要去学习 学习是什么 只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去看过 所以它也因为这个词当中 所带给我们的丰富的名字 它也涵盖了跟随者 所以我们都是一个跟随者 跟随耶稣的人 而在跟随的过程当中 也让我们一起去看见 所以一个完全 信奉他的人的 教育的人 他的生活行为的准备 法利塞人以为 做卑色的人族 处得家暴 那是在《罗旺福音》 19-28节 他们辱骂他们说 你去做他们的 门苦好了 我们是卑色的民族 最清楚那个身份 所以他们所在追求的是什么 也知道 每个基督徒也去了解 也许我们都会觉得说 我在跟随神 我们也会说 我在信仰很坚定 但是我们很容易弄不清楚 我们真正的跟随的是神 我们是一个天主教 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跟随的对象是神 虽然我们在台湾 但是很多我们的教友 不只是我们的教友 我们基督徒里也有 他遇到瘟子的时候 被算归了一堆 他到哪里 他去归的地方去 他寻找谁 你就该知道他没有祈祷 没有寻找耶稣基督 他去寻找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去看看 这个过程当中去看 在他的门徒被准备基督徒 很久之前 耶稣冠遍自己的意志 来跟随耶稣 阿窦福音第九章第九节 耶稣从哪里 那里前行 看见一个人在水关 那里坐着 看着 名叫阿窦 对他说 跟随我 他就起来跟随耶稣 兄妹去看看 耶稣基督在很多的过程当中 跟随我 是不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身为我们基督活力的弟兄们 你有没有听到耶稣说 跟随我 我们教终很美的 他可以跟随我 所有的对奉献生活的人说 你们要与主相遇 与主相遇 也都跟随我 或者说你有没有跟他相遇 你没有跟他相遇 你会在生命中是有缺陷的 耶稣非常明确表明 跟随他的代价 门徒的身份 需要一个完整的承诺的生命 所以承诺 所以一个基督徒 他被他的身份当中 因为对你的信仰 你的耶稣基督徒做个承诺 我要做什么 这样 你们无论是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在路加福音14章33章 同样 你们做不论是谁 如果不舍弃 他的一切所做 所有 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我看到 那个做门徒的过程当中 要舍弃一切 那个舍弃的意义是什么 也真的看看 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在 这个时代的讯号里面 也许 我们一直在寻找 很多新的资讯 但是 根基没有打好的时候 那个寻找 那个新的资讯是很恐怖的 因为你的根基不在耶稣 你的根基是在考 在需要的是 另一个物质化的世界史 我们一直都去看看 所以 耶稣非常明确 跟随他的代价 门徒的身份 论 什么人 若我们下说的一切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我们也让我们一起 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 去看待这一部分 所以 让我们也看到 另一种牺牲的过程 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随我 当舍己 背紧他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 马逗福音 第16章24节 耶稣对门徒说 谁若一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背自己十字架 来跟随我 所以跟随的过程当中 他不只是 忘了一切后 然后是跟随耶稣 耶稣还交代了一件 背自己十字架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十字架 你不要把那十字架摆在一边 然后我讲是什么 这值得 只要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 十字架 在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十字架 看起来很简单 很多人弄画十字架 哪地画 可是那个十字架真正意义是什么 我们在十字路口也是十字架 你走到哪里 也是对我们 让你成为一个要新的人 那也是很重要的跟随 所以并不是耶稣所有的追随者 都能做到这样的承诺 有许多人一段时间 离开了耶稣 从此他的门徒中 有多人退去 不再和他同行 我们可以看到 《若望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六节 从此他们中有许多人退去了 不再与他来晚 假如你记得这段圣经 这段福音 是因为他们讲了一段 看到耶稣 谁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他讲这段话说 开玩笑 我们吃他的肉干嘛 所以他们开始逃 逃 离开 因为他们不懂 那个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他的意义 意涵是什么 所以假如每一天 我们领圣体 领圣学 常常在经历到 领那个圣体 圣学的真正意义的时候 哎呀 你就回家好好吃饼干嘛 好普通 买一些葡萄酒来喝一喝 可能喝的还比较多呢 懂吗 所以那很重要 领圣体 领圣学的 很重要的意涵是什么 在他的生命当中 跟他完全结合的那种 共荣的生命 是更重要的 所以每个基督徒在我们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去看这部分 所以耶稣用过门徒这个词 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基督徒这个词 基督徒这个词第一次的出现在中古大字路 是一章二十六节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 这个名字是从安体越纪开始 所以中古大字路十一章二十六节 可以早上以后 便他们回到了安体越纪 他们一整年在教会中工作 教导许多人 在安体越纪 不是这些门徒们自称的 而是别的人看见他们 所以你注意到这个安提乐经理会讲说 因为他们因相爱 他们为了这个团体 他们可以牺牲自己 把自己的钱啊什么 抛出来啊 大家一起共同生活 看见他们有爱的生命 爱的生命成为他们很重要的一种过程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也去看看 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很喜欢讲组织 所以我们很喜欢有组织 去架构太多东西 但是这个组织架构的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用法律的概念再去架构 那个法律组织化的过程当中 用法律作为概念 做基础的时候 是很危险的 对基督徒来说 都是错误的 基督徒的架构的 主要的力量是爱 在天主念那个爱 然后彼此成相爱中 让这个 所以那个架构的组成 需要我好好去反省 要不然我们的架构 只是为了要组成一个很法律系的 一二三四五六 它弄得很好 你知道看起来很好听 但是它却是危机 因为它们没有了那很好的复偷 对不对 我架构某个组织是因为有爱 才产生了这个孩子 别忘了我们架构一直在谈 音箱音爱 然后产生有果子 在过程 也在架构的过程当中 他需要有这样更深的一盘 去看见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也看到 别人也看到我们 这个基督徒与人不同吗 那只能看一看 假如别人我们看 就是我们基督活力的 然而让人家看了 我们有与人不同吗 我们不同在哪里 还是每个人的眼睛都在高端上 那也值得看一看 在我们团体当中 是在我们的 牺牲奉献爱人的团体 还是让人家感觉到 他们就喜欢教训别人 就喜欢在上面 呐喊呐架 是不是这样 那都值得我们去看看 在我们的团体当中 所以这个名字 早期的教会 其他的名字 如果门门 在宗族大支部中 门徒都充满着喜乐和圣神 所以在宗族大支部 二章第一节说 暴动的凛洗垢 保禄便快钱人 去叫门徒们来 眩免一番 就此别他们 出发到马其顿 二十一章四十节 我们找到了门徒 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因圣神的末世 告诉了保禄 不要上耶路撒冷 圣徒 在罗马人书第一章 到第一章第七节 我保禄之书 与一切往罗马 为天主所忠爱 而蒙造的圣徒的人 愿恩宠与平安 有我们的父天主 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赐给你 在格林洲前书 十六章第一节 是关于为圣徒的捐款事 或怎样给了加拿大各教会的规定 你们也应该照做 所以俄伯所书第一章第一章 因根主的旨意 做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 自书给在俄伯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的人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会互相支持 而且这些门徒们 他们会开始去关心 然后写一些书信给他们 甚至他们尽敬 而且透过圣神 让他们去了解 这个团体更要回忆 那个分离的生命 应该要去拿掉 所以圣保佑讲说 很多人好吃懒做 不工作 所以说不工作的人不要吃饭 同样在我们的团体当中 假如你们真正去再投入 然后又做什么 然后为了要吃饭 前几天呢 我们复活节前 就是最后晚餐 我们谈曲是在马市 做最后晚餐 所以白天在共吃场地 我们的会长 广播了一个很奇怪的话 我听了 我从来没听过 这件事 连我们团体都出现这个问题 好像吃饭一出现后 大家都来了 没有吃饭就不来 很重要的那种 其实人之间最美丽的 是语言上相互沟通 然后相互了解 更深入对方 了解对方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上面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 祂很多地方在跟祂聊天 那个聊天能够帮助他们 相互认识 所以那个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是透过语言 绝对不是透过别的 耶稣骂过那个爱吃饭的人 他过平晚了 然后乱家吃饱了 五千人之后呢 有一千人还在跟随他 对不对 你们来 是为了你们肚子来的 为你们肚富完来的 因为他讲过这句话 也真的去看看 在我们团体当中 在这新的时代当中 是什么吸引我 真的 天主圣言 还有吸引我吗 那才是重要 基督活灵的精神 还有吸引我吗 那个才是重要 假如我们聚会的部地 已经变职的时候 真的我们这个团体 应该要好好反省 我们如果去看见 一个更新的一部分 这都是我们去看见 我们需要的 所以弟兄们 天主是忠信的 因为你们原来是 祂所招 为同祂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何而为一 活动录前书第三章第八节 总之 你们该同心何意 互表同情 有爱弟兄 慈悲为怀 千许温和 在这部分 我们也看看 我们的相议是属于基督 所以基督主带 有属于基督 你们是基督的人 所以说注意到这个部分 属于基督 是不是在被教会里外的人发明的 这可能是一个贬义词 他在新月中出现 出现过两次 在《中途大事录》第26章28节 阿德里巴向宝说 你差一点 劝服我 做了基督徒 所以有些地方 这个基督徒 这个字 也不见得在那个时代 一定代表是一个好的意义 也好像看了一些被孤辱的名字 所以也去看看 我们在这过程 《中途大事录》第4章16节 若因为基督徒而受苦 就不该以此为止 反而要为这个名称光荣天主 然后我们也去看看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假如有人联邻你怎么样 我记得有一次 反正里面有个耶稣 很可爱 那个里面刚好也来了一个 道教的 他也要读字 然后我就要说 我说耶稣说的 那个道教的第一句话就说 难怪你们天主教都输 他就跟我讲这个 因为有那个耶稣的名字 输 你被听输了 然后就讲这样 哇这句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法驳他 哎呀那是翻译词啦 那个也不是那个输啊 所以你们自己想的 我就想 所以你看看人家在看我们 用字浅字 其实人家都很注意到啊 不要以为看人家写了一个字 所以这个书 当然以前 有一个教授啊 或者教授 我们在神学院学家很好 他说耶稣这个两个 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在中文字当中所寻找 最合乎他的名字 耶稣 他说为什么 耶 两个耳朵 好好听 书 有余 而是属于麦子 所以耶稣 这个两个字是五比二语的意思 就把了基督徒很美的名字放在一起 耶稣 耶那个教授 那个教授 给我听得还蛮不错的这个哦 所以你们看看啊 你们耳朵有没有竖起来啊 有的话就代表你们在听 感谢主 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需要这样的过程 我们去看见这样的部分 所以这个这一词最初的领域名词 这种观点 在博多禄前书第四章第四六节 可以找到一些知识的 若作为基督徒兽 却不要羞耻 圣经上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 基督徒是将他的信心 放在主耶稣基督的人 若网福音第一章到十二 第一章十二节 但是凡见受他的人 他给他们 寄给他们 信他的名字的人 全能 好成为天主的子女 所以我们也去看看 我们在我们行动 刚礼当中 我们身为基督活力的人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 接受他的名的人 然后得到了这些权利 真的做个好天主的子女 基督徒因着圣神的能力 已经重生 若网福音第三章第三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人除非由上而生 不能见到天主的国 那这段时间我相信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尼克德摩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生 我们 不是雪日之身 要进入到属 圣神的 属灵的 那个最重要 我们要在这样出生当中 我们就看到 更丰富的生命在 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也去看看 每一个人 都曾经从雪肉出生 但是身为基督徒 临起重生 是要让你去改变 升华 是属于天主的人 属圣神的人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那升华是很重要的 所以 要领悟 那一个领受基督 的意义是什么 成为领受 是你是一个 假的基督徒 你是摊上雪肉之躯 而不是真的 成为基督的人的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 我们去 努力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 成为天主的子女 基督徒 因着圣神的能力 而重生 在《若望福音》 第三章 第三节 耶稣 跟他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实在告诉我们 要从上而生 基督徒属于基督 每天都会 都会改改变 成为基督的样式 格林多后书 第三章 第十八节 我们众人都以 坚持的颜面 反映主的光荣 渐渐的光荣 上加光荣 都成了与主基督的肖像 正如主 既神在我们内完成 看 这个生活的意义 就在这里 看一看 你的脸 有没有像耶稣 有没有让人家看见 看到的脸 充满着光荣 充满着光辉 还是让他看到你就看到 不准 他都会去看看 我为什么看到你 我就讨厌你 为什么这样 然后我们都真的看看 然后我们基兄姐妹们 我有希望我们大家互相改变 不要我看到什么人 去讨厌什么人 这段时间 很多人一直叫我回到脸里面 神父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的脸 回来啊 回来啊 这个脸的问题 我们吵得很 我们讨论过好久 讨论过好久 但是我们的脸呢 永远 讲的呢 还是一样 叮咚叮咚叮咚 都是我们去看看 所以我们穿上去叫节制 不是说我今天 你以为那个很好 可是不见得会是 对别人很好 变成脸造成了我们的 安宁的问题的时候 也真的会去问问我们自己啊 我们有一个真的 我们有一个在广里行 来 一个叫监狱募营 一个叫做基督活力 但是我都有立一个通路 所以我就把这些拿掉 骂政治化从头到尾 在骂政治人物一路上骂 好吗 一个天主教的赖里面 应该不是很中庸吗 为什么大家都在骂 只要看到什么就骂 骂骂骂 然后你看什么 难道怎么样 我是没有政治立场的人 但是我不太喜欢 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怎么我们一个教会团体的 在从头到尾 都没有表现出基督的光芒 还是充满着骂骂在我们身上 去看这个 当然我们都有个政治立场 但是麻烦你在天主教的光芒上 写得像个人的样子 像个基督徒的样子 应该是这样的 那我们也在看一看 在马斗福音 一二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妄明成为民徒 因物及子及圣神之名 给他们受教训 他们遵守 我所吩咐你们一切 看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 那我们也去看看 在后半段 可能我想我们每个基督活力的弟兄姊妹 很努力的找人受洗 那我们也希望好好找 这个复活节那一天 因为我们教区说 希望到十月的时候 我们成人临行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他成人留给教区好了 所以晚上领洗给小朋友不好 所以早上就领洗了三十几个小朋友 让他们再领洗 可是我的教育很可爱 我说领洗 每一个人都进水里 我讲这样 然后我也准备桌子在旁边 要进水里 父母亲后 爱那个孩子爱到后 衣服也不脱 其实也不脱 我说你为什么不脱 我的孩子会感冒 每个人都说 我说那个水是温的 他说不要神父 还是用那个头 沾到水就好了 看看在我们的信仰什么的 我敢不敢 去看看 诶 教会的礼物 他在表达上 更生了一个意义 让我们到里面去 参与这个意义以后 所以每一个教友们 也去看看 我们有没有感受到 天主天天与我们在一起 其实基督徒最美丽的礼物是 主与我们同在 从圣诞节开始 不用圣诞节 从圣母领报的时候 你们稍微注意到 圣母领报最美丽的礼物是 耶稣基督进入到圣母的体内 懂吗 与主在一起 我们基督徒呢 圣诞节讲什么 厄马努尔 有没有 主与我们同在 那个主与在哪里 然后复活节 我又再谈到一个复活 在哪里 太多人的祈祷对象是 外面 每天都在看外面的十字架 圣母像在哪里 在寻找这个 基督徒最美丽的礼物 他跟在他内的耶稣基督讲话 他内在他内 不是在外面 一天都要找外面 也就代表你对跟耶稣的共荣结合 不明不白 不太清楚 所以我要真的那个信仰在你的身体内 在你的肉体内 所以祈祷就好好去跟那一个 就像我 我差点看到我的教友领完圣体之后 最明显领圣体 应该更清楚耶稣在哪里 对不对 可是不是呢 我看到他还在 注重看那个十字架 没有在跟他在内的耶稣讲话 懂吗 所以在这边 也跟你在一起 那个在一起 不是在旁边 懂吗 你不要听到我们耶稣在这里 跟着旁边的这么讲话 去寻找在你内 跟你在 经灵洗 而跟你在一起的耶稣基督 生活在一起的耶稣基督 一个深圳的基督徒 不是卦领的基督徒 也必须成为基督的门徒 也就是说 他已经计算了成本 并承诺了一生跟随耶稣 他接受了寄宪的呼召 并遵循了主的旨意 基督徒要坚忍 使耶稣的教导 使基督成为他的第一要务 并因而生活 他积极参与活动 使其基督徒成为门徒 在马逗福音28章19节的20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 望明成为门徒 因父及子及生神 给他们受洗 这个吩咐 是要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相信基督 而且通往 通往住在我们里面内的 天主的灵 拥有生命 因为他爱基督 基督徒 也会是一个顺服的门徒 若望福音14章15节 如果你们爱我 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所以耶稣基督的命令是什么 你们该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 他很清楚地表达自己 别忘了耶稣基督也很清楚地 在十字架上用了两个说 这是你的母亲 这是你儿子 他在讲两个对应的 很清楚的一种思想在里面 所以我们也去看看这种过程 所以每个基督徒在 他身上的现实 我已经与基督 印在十字架上 现在活着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 里面活着 并且 我如今在肉体活着 是因着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加拉达书第二章第二十节 所以我生活也不是我生活 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 我现今在肉体内生活 是活在天主旨的信仰内 祂爱了我 且为我舍弃了自己 所以我们也去看看 我们每个基督徒 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要很清楚 那个十字架的恩水 那很重要是什么 进入到更深的这一部分 我们身为基督活力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展望未来 那个未来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要让我们的团体更美 那彼此之间 有没有真的耶稣基督成为一品 那才重要啊 所以那个架构 我才能强调架构 架构绝非是像法律化的架构 而是因相爱而造成的结构 让这个彼此爱内 富通有福 成为基督功夫的生命 在此做这样的总结 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愿恩宠的父与你们融赞 愿主的灵活现在你们生命中 愿圣父的创造之初的 肖像的灵 也在你们面世上产生神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